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历来中国人对儿女成家的问题十分看重 如今吹灰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小丽是86年的天蝎座女生 从小就是邻居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优异 大学毕业后更是考上了知名高校的研究生 也许是一门心思都铺在了学习上 小丽30多了也没有谈过男朋友 小丽自己并不着急 可家里人火急火燎的给她找对象 30多岁的老女孩没有任何感情经历 周围人都投来异样的眼光 母亲整日觉得在朋友圈很没面子 父亲也觉得每次熟人问她 小孩情况时她抬不起头 身边的同龄人结婚的结婚 生子的生子 彼此间的话题也由曾经的畅谈理想 规划人生变成了玉子巾和柴米油盐 人是单身的小丽根本插不进话 久了连交进圈子都慢慢淡出了 身边亲戚都在忙着给她介绍对象 小丽也意识到了自己该是结婚的年纪 也见了几次面 小丽挺满意对方的外貌与气质 也越来越被对方体现出来的绅士风度所折服 但是随着对彼此接触的增加 在南方了解小丽曾经的感情史一片空白 没有过性生活时 询问小丽是不是有什么生理或者心理上的疾病 小丽彻底崩溃了 一言不发甩袖而去 小丽委屈 难道30岁的老处女 没结婚 没有过性生活 就不正常吗 其实在现代社会 大家更注重的是自身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 而将20多岁的青春棉花 放在了求学和事业的提升上面 忽略了情感上的需求 这也许是大龄单身人群 越来越庞大的原因之一吧 我认为这无可厚非 鱼木与熊掌不可兼得 并且缘分这东西实在玄妙 它在该来的时候总会来临 你要做的只是在它敲墙你的门之前 把一切都准备妥当 把自己提升得更加完美 在迎接开门 迎接爱情的那一刻 便能自信地展开双臂